帶小孩是不是很辛苦 這媽媽就要跟我許願 她是求哪一個生命說 她因為在家裡 她也想要就是賺錢 所以她想要就是 做直銷 然後問我哪一個生命 我以為她問你推薦哪一間直銷 我就請她就是給我看她的雙手 每次所有人都可以做直銷 第二有什麼 業務口才命格 不是只會介紹產品就好 直銷這種東西 第一個就是 引起人的彈性跟向上的努力 因為你就是要拉人啊 你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總之有多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你要融會講話 就是你要有辦法說服別人拿著錢 跟你加入你的組織 我自己個人不建議 因為 虎哥算過很多的能力 他就是一開始去做直銷 做到後面 提了一大堆東西 因為他 趕快要出去 對 他會要你說什麼 然後再累積多少 然後你就可以什麼 生成什麼 你跟獎金會更多 反而 已經去危害到自己的家庭經濟 有時候 夢該醒醒的 因為現在YouTube不是很方便嗎 很多老師有在教東西 學一個 真正技術無法取代的事 像水電 像修車 像廚師 這種東西是沒有辦法被取代的 虎哥建議 如果是一個單親媽媽 或者是你怎麼都不知道的一個情況下 對 千萬千萬不要踏入直銷 你就已經都是待在家裡了 那你幹嘛還要再把自己 就是投入到地獄裡面去 有人這麼做到 有人成功過 但那叫少數的人 就跟種彩票一樣 我種一億 可是你有多少個人買 可能一萬個 可能一百萬個人買 才一個人種 所以永遠不要有那種 好像只要花一點點心思 好像就可以得到 財務自由的這種想法 就這樣 下支影片見囉 拜拜 就知道 你收下的 按照 可以 arch 按照 筒 一下 〜 cont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